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部约30英里处的核桃市 交通快捷又方便 开车前往洛杉矶的话需要40分钟 洛杉矶的城市铁路在核桃市也设有站点 核桃市是洛杉矶周边最富裕的城市之一 也是周边城市中犯罪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当地居民的平均收入和当地房价均高于不少加州城市 核桃市社区建设发展完善 公共设施周全 在满足居民住房需求之余 还留有很大的公共空间 市内共有约90英亩的公园 运动场和步道等 共有11个大大小小的公园 照顾到城市的不同区域 除此之外 核桃市还有体育馆 图书馆 老人活动中心等为市民们提供服务 老人活动中心为当地老人们提供各种免费服务 包括午餐和如瑜伽般这样的健身活动 除此之外 核桃市政府还为喜欢养马的居民 专门批出26英里的跑马道 为居民提供了远离城市喧嚣的田园般的居住环境 在这里 四处可以见到加州本地的黑核桃树 核桃市一年一度的核桃家庭节常在10月举行 这个核桃市独有的节日 把整个社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赋予这座小城更加温馨的居住氛围 在家庭节当天 核桃市会举办集市和游行活动 许多当地俱乐部和团体都会参加 和其他典型的华人城市一样 对于华人来说 在核桃市生活只用中文也没有问题 2017年 美国人口数据显示 核桃市的总人口为30199人 其中 亚裔为第一大族裔 占比高达65% 华裔人口更是占了大半 拉丁裔为当地的第二大族裔 占比为20.6% 核桃市优秀的学区 也是吸引人们前来居住的原因之一 核桃市当地学区 名为核桃古联合学区 是一个排名靠前的公立学校系统 曾多次被媒体评为南加州顶级公立学区之一